回到节目现场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中国现在不断在加码军事演习 而且一直在延长时间 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行诉在台湾的一种恐怖的氛围 希望台湾人想说 哇 第四次台海危机来了 会很害怕 会想要赶快去逃难等等的 不过现在我们的网友真的很厉害 翻出了这一张 这是1996年3月8号 当时这个民众日报的报纸 网友就发现 这个看看当时的一些社论跟广告 像是这一行讲说 我们台湾人选自己的总统 没你中国的事 或是全球自由世界 已经投台湾一票等等的 网友就说 看完这些 这个1996年的这个报纸 社论跟广告 一次都不必改 可以在2022年继续来延用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心声 文大哥 其实中国现在就很希望 我们台湾人 每个都吓得像惊弓之鸟一样 可是偏偏 他们这样子的轨迹没有得逞 所以现在中国的微博 就出现了很多 这种各式各样的言论 里面都在写 哇 台湾超市在大抢货啦 不过马上就被打脸 这根本是大家为了中原普渡在采买好不好 跟这个中国的军演完全没关系啦 来 台湾人怎么这个处理这一次中国军演 台湾人态度是怎么样 温大哥怎么看 中原普渡可能对中国人来讲 因为他是无神论 无神论者 所以他们大概觉得很新鲜 所以他们胡说八道 那个没办法 这个名字未开了 那民众日报 这个报纸当时的报导 其实你在检索当时的各报 不要说民众 大概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因为在那个氛围下 外电特别多 因为那是第一次台湾进行民选总统 所以全世界在聚焦 所以刚刚提到曹新成 曹新成 我陪那个Forbes Russell去采访过他 这个人绝顶聪明 因为他不是只是一个科技人 他当然是联电的创办人 所以他说对他的民意董事长 被人家拔掉他也不在乎 他说我创办人永远是创办人 对不对 所以你把我拔掉 与我无伤 那最主要曹新成他看透了 就像刚刚提到说 在香港中联办还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亲共还是反共 他本来的DNA就是反共 他自己说北京出生之后 他跟着他父母到台湾 是外省人第二代 然后是交通大学 把他栽培起来的 而且公园院造就了他 因为当时的公园院 派他到美国去学 半导体 他比张忠盟还早 所以为什么两个人会有一些心结 就是因为大家说他是枭雄 因为他是拓荒者 真的是开拓者 昨天他还提到说 陈其思汉 你看这个领土 工程劣政什么什么 你看他的那个知识超乎我们想象 真的他这个顺手挤来金刚 金也可以倒背如流 这要怪胎一个 但是拿三十亿 他说这个跟我儿子无关 该给的我都给小孩了 免得儿子到时候跳出来抗议 幽默嘛 这个讲实在话 就是僵是老的辣了 所以刚刚一直提到说认知 其实各位看 其实蔡英文他也说了 认知作战 这个这一次 这一波的这个中共 他这样文攻武嚇 或者是包括 这个都是外国报纸 报导的 都还帮我们说 这个都假的 不要被这个外电 或者什么这个所骗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到最近的 这个讲起来 从这个铁路局到设备一乐门 六千多家的这个 这一些看板 乃至于新华社发出的这个 全部都造假 它就会被它乱 已经都渗透到里面了 不是只有说新华社发的照片 他已经打入了我们的铁路局 也打入了设备一乐门 你买东西 你就会看到 那最近当然又提到了这个 故宫 故宫东西怎么会运得走 头上去 故宫东西 各位要了解 蒋中正当时要来台湾的时候 这里都还写了 你所不知道的故宫博物院 各位要知道 当时故宫来的时候 是多么的艰辛啊 所以可以说 故宫迁台啊 因为他事实上从抗日开始就已经到处迁途 到最后发现国共内战 怕保不住 所以一定要先把它抢运到台中 从台中再找了这个现在的故宫来典藏 在1995年的时候 曾经有国内的独派大佬 透过我当时服务的日本经济新闻 他说对岸开出条件 只要故宫文物返给北京 不打台湾 而就让你台湾 结果我们那个社长 信以为真还跑到台北来 我就跟他讲 我说 共产党只要把台湾拿下来 故宫就是他的 他干嘛说要不要打 这个逻辑上讲不过来 但是当时就有那个氛围 所以故宫这个议题 说实在话 老议题 但是呢 可怕的一点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红色渗透太厉害 各位刚刚看到铁路局 铁路局看板 你当然你可以说 那个是属于这个外包的广告商 统一集团 统一集团其实中共那个发言人 也应该讲一下 你看这个统一集团 6000多家分店 全台湾都在支持统一 不是 统一集团本身它也是外包 但是不只是说这些 这些算是认知战 这些认知战 包括了这些看板 一大堆 我们要了解到的一点是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因为你没有去追究 到现在没有人看到说 闯了这么多祸以后 有没有人被传讯 没有 更可怕的 礼拜五 周鸿旭 中共派来我们的政大独授士班的 共谍判无罪 三审定宴 新党的王秉忠 三审定宴 无罪 当然他们会嚣张吧 所以 本身要让内部 能够说达到所有认知战 让他彻底失败 就一定要自我内部 赶快说边 说往 赶快半几个人 中国这种认知战 心理战 真的无所不在 明佑哥 我们昨天听到的是 曹新城在受访的时候 直接形容 他说中国现在 就像一种中共僵尸病毒 你觉得这个形容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为什么我讲得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曹新城的觉醒 应该跟2019年 那时候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在看之前的曹新城 其实我认为他是一个 比较偏统派的商人 因为他在过去 不管到中国去发展连电 蛮久开上八寸金远的时候 他们希望过去 然后后来产生了核建案 等等的案子 所以他规划为新加坡籍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对中国还是有一种情怀 因为他自称他是中华民国 北平出身的 你知道那个情怀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很多台湾人都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个思维是会被洗礼的 不管是像我的家人 或者是曹新城 他们都一定是经历过非常多 包括看到香港的议题 才看到说原来中国是政权 是这么极权盲光的会做出欺压人民的行为 因为你身在台湾没有知觉 你也觉得就很正常 我什么话都讲 什么话都可以说 可是为什么去到中国一个小小的事情 他延伸出来就像病毒一样 每个人都跟着谎言在走 所以他讲得很好 他就像一个僵尸病毒 你看那个华春莹 什么造什么瓶的 一群人 汪志斌那一群人 那些讲话讲出来 不像是被病毒感染吗 你明明知道他是骗你的 可是你要说出来的时候 就没有一定要跟着党的立场走 你看那个凤凰卫视或哪一家统媒 去问一下什么北平的民众 我们一定要过一下台湾 那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没有相信所有中国人都是怎么想 那就像病毒 它就是牵制你的病毒嘛 那你无药可医 只能这样子走嘛 所以我觉得曹新诚他的觉醒 一定是从香港问题之后 他发现说 对 说实际上来说 对 说实际上来说 对 说实际上去 对 说实际上来说 对 说实际上来说 感谢观看